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明芳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议题 是有关于我想在近期 包含台湾的主席总处也好 那还有台湾的国家发展委员会也好 陆续公布了 这个主席总处是在28号公布了 第三季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概估是大概4.1% 那比这个今年8月原来所预估的减少了 这个0.61个百分比 在这个国发会的部分是看到了 这个9月的景气的对策信号 是由原来的绿灯变成了黄蓝灯 那我想看到这些相对比较 不管是经济成长率下修也好 或者是说对于未来的景气 相对是比较悲观的一个预测讯号也好 其实都在说明 就是说在目前整个国际大环境的一个状况 相对比较不好的情况之下 确实整体的这个经济 在未来会是相对比较不是那么乐观的 那我想观察这个台湾的经济的一个未来的走势 我想我们要先关注整体国际的大趋势 在这个中共20大这个会议之后 确实如同这个习近平所讲的 整个中国的这个清零措施仍然在继续 包含大家看到的最近 特别受到关注的是郑州的一个封城 那为什么郑州会受到大家的关注 最主要就是郑州的这个 鸿海集团的富士康公司 它是很重要的在组装iPhone14的一个组装厂 如果这一个郑州当地的这些工人确诊的情况严重 或者是说中国当地的政府 以及鸿海的富士康公司 那对于这些受雇的这些员工 他们的一个封城的措施采取太过严格的话 就会死的 这些员工可能就不想要带在公司里面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网路上有非常多 这个中国富士康的员工呢 他们就开始从富士康突破 这个中国当地政府的一种封城清零的一个措施 那走到外面的这个马路上或高速公路上 显向非常的这个还生 那这一个中国的一个清零措施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去讨论说 郑州的封城会怎么样 而是大家可以看到 确实这个疫情之下 中国对于整体自己国家境内的一个封控措施 完全没有松绑的一个迹象 那没有松绑的迹象 又刚好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预期的到 哪一些地方受到封城的可能性会最多 一定是人口多的地方 那人口多的地方 往往又是中国的许多制造业的重镇 人口密集的地方 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不管是过去经济发展最好的这个上海 或现在大家看到的郑州 我们可以预期的到 如果中国这样的一个清零措施 它没有止境的会持续的实施下去的话 那所有中国生产制造的重镇 都有可能会遇到相关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就会使得 第一个在生产线上 这个生产制造运输的状况就会受到阻挠 第二个 中国持续的这样一个封城措施 也会使得中国自己本身的经济 也会受到比较大的伤害 第三个 这一些厂商 他们要再继续在中国生产的可能性 其实也越来越低 那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是这个中国过去 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品牌手机在崛起 但是随着中国这个整体的 或世界整体的 这个手机市场慢慢趋向饱和以后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 手机的销售量已经大幅的下降 这一点可以从韩国的三星手机 所面临的挑战可以看得到 换句话说 在这样的一个清零风控的措施之下 那世界的经济 对于跟中国的连结 当然也会慢慢的降低 那中国的内需自然也会慢慢的掉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 有面对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 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要来看台湾的一个成长会好吗 第一个 台湾来自于中国的订单 自然也会受到这个风控措施的影响 不管这个订单是中国本身的厂商下的订单 还是在中国的外商下的订单 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生产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那就会使得它的订单大幅的下降 那会使得台湾的出口 当然自动也就会往下掉 第二个 我们对于美国对于欧盟的订单 虽然还维持得不错 但是如果当全世界的一个需求 受到这个物价上涨的影响的时候 其实当然也会间接的造成 整个台湾的出口下滑 那特别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欧洲的国家 特别像英国 德国这些国家 他们面对这个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 还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那或许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所谓的核心的 这个物价 核心的通膨来看 但是对民众来讲 能源就是他们最常花的 那能源的价格 你说它会在一段时间慢慢掉下来 那它可能需要的时间有多长 也会营长这个民众的预期心理 所以在整个全世界 面对这个疫情的蔓延 或者是说 这个地域的冲突 通货膨胀也好 对于用出口当作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引擎 的一个经济成长的动能来讲 台湾的经济自然会受到的伤害是不小的 那不要忘了 中国或日本或韩国 其实也都是以出口为主 韩国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贸易逆差 也就是出口 其实它是小于它的进口的 那中国它的出口 也会因为当全世界的一个需求往下掉 然后中国本身的一个清零的措施 都会使得中国的出口 一定也会往下掉 所以当全世界的需求都在往内缩的时候 台湾的出口没有不缩的道理 只不过我们在看到这一个出口 在开始往内缩的时候 其实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想还是要持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就是调升了利率 升息到底会不会伤害我们的经济成长 我想在美国未来 它会不会升息的时间 那其实如果美国在持续的这个升息之下 那其实就会使得这个美元继续往上 那美国因为它通膨严重 然后持续的升息 它自然也就会去造成 这个大家在购买力上会受到影响 那其实不止美国 像欧洲在这个10月27号的时候 也才升息了这个山嘛 澳洲在10月4号的时候 也升息了硬嘛 所以当这些主要的国家 持续在升息的时候 大家会担心的是说 你持续升息以后 厂商的这个贷款成本就会增加 民众的贷款支出就会增加 所以这种支出的增加 其实就会使得 民众他们的消费意愿就会下降 然后就会使得经济就会往下掉 这样的逻辑听起来有点 听起来是没有错 但是它其实有点逝世而非 我们要回到更原始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要升息 为什么欧洲要升息 为什么澳洲要升息 为什么我们台湾也要跟着升息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物价上涨 所以当物价在上涨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这个物价逐渐在上涨 那因为你可能市场上放了太多的钱出去 使得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我们假设一个商品 假设我去买一颗水饺是五块钱 那换句话说 我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五分之一颗的水饺 所以当水饺的价格如果越来越高的时候 就代表 比如说水饺如果变成一颗十块钱 就变成我一块钱只能买到十分之一颗的水饺 你从原来一块钱可以买到五分之一颗的水饺 变成一块钱只能买到十分之一颗的水饺 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所以当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 那政府的做法 当然就是采取相对比较紧缩的这个货币政策 不管是透过像最近这个英国开始 要把这个他在2009年以后的一个债券开始买回 买回债券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当政府开始把这些债券开始来做一个处分的动作的时候 也就是说不是买回应该是说出售 他开始来出售这些债券的时候 当我把债券卖掉 我就会把英镑收回来 所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英镑就会变少 当台湾的政府把公债卖掉 那这时候台湾的政府 就台湾的央行 他就可以把新台币收回来 就会让市场上流通的新台币会比较少 美国政府也是一样 这个在货币政策里面就称为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 透过债券的买卖来调控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货币的多寡 当市场上的货币如果相对比较少的时候 货币就会变得比较值钱 货币变得比较值钱 每一单位的产品的定价就不需要到那么高 就可以慢慢回到从原来一个水饺十块钱 慢慢回到一个水饺六块钱或七块钱 他可能没有办法回到五块钱 但是至少他可以慢慢的回来 所以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央行 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然后来使得这个物价 希望可以让物价不要再继续涨下去 它背后重要逻辑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来了 我刚刚讲到就是说 好像听起来升息好像会去伤害经济成长 但是事实上物价上涨本身就在伤害经济成长 这个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同意的 我想我们不管在中国 在美国 在南美洲 我们全世界各地的这些央广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遇到这一个物价在上涨的时候 不管我刚刚讲到的水饺包子 各位听众常常在消费的这些产品里面 一旦产品的物价往上涨 它当然就会排挤掉你其他的必要支出 自然就会伤害掉你的民间的消费 那当民间的消费如果不好的时候 你觉得厂商的投资会好吗 一定也不会好 因为厂商看到这个投资 厂商投资的意愿一定是看到未来会好嘛 如果大家都开始惹紧裤袋 不想要消费的话 厂商的投资也会跟着往下掉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这个政府而言 它当然有必要尽量维持物价的稳定 不要让物价涨得太凶 因为物价一旦涨得太凶 它就会对经济带来比较不好的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要去谈的是说 升息会伤害经济成长 有可能 但是物价上涨 可能对经济成长的伤害会更大 所以政府在升息的决策 或紧缩货币的决策 绝对不是看到物价一涨就马上升息 而是它涨到无法控制的时候 政府才会去升息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刚为什么 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说 很多人讲说升息会伤害经济成长 坦白讲如果你升息升太慢 也有可能会伤害经济成长 为什么 因为物价涨得太高了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节目 参访时间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2 2 1 GO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2 2 1 从两岸国际 历史 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这样看中国》节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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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明芳之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我们刚刚在节目前半段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 有关于物价上涨会伤害经济 还有升息会伤害经济 到底哪一个才对 其实升息它当然会对经济有所影响 但是如果你不升息 让物价持续的上涨 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我想物价的上涨 这是全球性的 因为毕竟在乌尔战争之后 这一个全世界的一个 粮食的价格 能源的价格持续的飙涨 也带动其他产品的价格都跟着往上跳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倖免 甚至你可以看到美国 他们的通膨在创新高 英国的通膨也创了 这个40年的这个新高 所以当这个物价持续的在往上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 英国的央行也被预期 就是说在11月3号的时候 应该也会提高他们的利率提高了3 到3% 那这个升息幅度是英国33年来最大 为什么会33年来最大 因为他们的通货膨胀率也是40年的最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这个新的英国首相 这个上台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他还是要采取比较激进的一个措施 想办法来稳定这个英国的一个物价 那另外一方面也必须要去透过这个加税跟消减 支出来筹措英镑 来弥补这个预算的缺口 从这英国的一个例子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也凸显台湾在这几年 我们的财政表现相对是稳定非常多 财政表现的稳定 当然很多人会说是因为政府的超增 其实这不是超增 这其实是政府原来预计 今年假设会有1000亿的收入 但是因为今年的景气非常好 缴税缴得比较多 所以就变成1200亿的收入 也就是说政府收进来的钱 比原来预期的还要多 那中文被称为超增 这样的说法其实不尽正确 因为超增有一点像是说 我去把人家多收了 所以就会有一些国会议员 不是非常的清楚这个超增的意思 就认为说政府是不是应该要退税 应该要还税于命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就是不是非常的了解 什么叫做我们所谓的超增 那其实用中文的这样的表达 其实也不太对 但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分享 就是说如果你听到所谓的超增 其实他指的只是说经济比原来 比如说财政部所估计的还要来得好 所以财政部原来预计 我可以收到1000亿的税 但是最后却收到了1200亿 那当然就是非常的好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少收呢 也有可能啊 就是我原来预计今年的大环境 我可以收到1000亿 但是实际上我却只有收到800亿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难道我们要去跟人民说 你有200亿要补缴吗 其实人们没有多缴 也没有少缴 只是原来政府的预期 跟实际上所发生的数字 有所出入 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情况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超增 或者是少收这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突然会谈到 就是说这个财政的作用性 因为像我们看到英国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稳定物价 在台湾的中央银行 还没开始启动它的升息步骤之前 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底 台湾的这个行政院 其实就已经召集了 这种跨部会的稳定物价小组 一直开始去查这个市面上的物价 那当然我想物价的上涨 这个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这也没有什么好说 你这个国家物价高还是低 因为一个国家 它的财政相对稳健 或财政的收入相对比较多 它就有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借由 比如说我就可以少收货物税 少收进口的关税 然后来让这个物价 可以往下掉下来 如果一样的情况发生在斯里兰卡 为什么特别指斯里兰卡 因为它已经破产了 它根本没有钱 没有任何的财政 足够的财政收入 它怎么有可能再实施这样的财政政策 来帮助人们来稳定物价 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国家 它的财政政策是够稳健的话 那一个国家它的财政是够健全的话 它才可以在遇到像这种比较剧烈的通货膨胀的时候 来协助一个国家去渡过难关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从台湾自己本身政府所公布的数据也好 或台湾的政府官员所透露的这个景气的讯息也好 当然很多人会看到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也会往下掉 那在经济成长往下掉 我想过去我们在节目之中 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 许多人常常会抱怨说 我们在这几年虽然经济大幅成长 但是经济成长的果实 似乎没有与这个所有的民众可以共享 或让大家没有感觉 那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来自于 我们在这几年 这个台湾的厂商大举的回台 过去在海外在中国的厂商大举的回台投资 这一些投资的厂商 他们所生产的产品都不是为了内需而是要出口 而且这一些厂商 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生产 这个先进制程高科技的这些产品 那这些产品 如果你今天 你是念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些同学 这些学生这些就业者 当然就会非常有感 但是如果你是念我们一般商业相关的一些科系的同学 或者是就业者 自然就比较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一样的道理 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那自然往下掉的一定是率先会冲击到的是这些出口的产业 因为毕竟是全世界的出口都不好 所以使得我们台湾的出口相对不好 全世界的需求不见了 所以台湾的出口也就跟着往下掉 也就我们看到了景气的灯号 开始从绿灯转为黄蓝灯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回到原先刚刚讲的 那我原来对这个出口的数字无感 反过来讲出口的数字如果往下掉了 对我们一般在国内是内需产业的这些受雇员工来讲 其实也相对比较无感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比较必须要去关注的 反而是物价有没有稳定 那我想物价我们在这一个节目之中 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有谈论了非常多次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一般的受薪阶级 你每个月的薪水大概是固定的 如果物价涨的太凶 自然就会让你的购买力就会下降 这个对所有的民众来讲 当然是相对比较痛苦的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对于景气的变化 当然需要关注 但是无需过度担忧 我们该担忧的是物价还会不会持续上涨 第二个 当我们看到这整个经济成长的数字 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其实我想在台湾这几年 有非常多人应该也都知道 其实不只有台湾全世界都一样 因为受到这个肺炎疫情的影响 到后来变成所谓COVID-19的变种病毒 到Omicron 到越来越多新的变种病毒出来 都使得世界各国这种跨国移动的情况都不见了 那换句话说 跨国旅游消失了 那疫情期间这样的一个 大家比较小心翼翼封控的措施 也使得餐饮业的需求也不见了 可是在大家逐步解封 那世界各国的国门逐步开放 我想我们在这个收音机前面 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了解 当你看到日元在近期扁得非常非常厉害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很想要去日本玩 我们看到英镑扁得特别凶的时候 你也会希望可以到英国去走一走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这种内需服务业也好或旅游业也好 他们是逐步在复苏的 当这些内需服务业开始复苏的时候 或观光业的出口越来越好的时候 其实这些服务业 他们复苏所带动的人口 所带动的就业 其实是会更多 是会比一般的科技产业还来得多的 因为毕竟是人服务人的这些服务业 所以如果未来在疫情开始解封 从过去没有到现在开始解封 大家开始医病共存 然后对于这一个就业的需求越来越高 其实如果它高的程度可以足以cover掉 在出口部门的一个衰退的话 平心而论 就整个国内经济内需产业的部分 应该还是可以维持的相当不错 那如果它可以维持的不错 自然也就会让我们在面对整个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那可以逐步渡过难关 那所以我想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内需产业 它会越来越好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物价 物价如果可以稳定 其实都可以对大家来讲 会可以安心的度过在这一波不景气 那当然我们遇到这整体 这个经济开始在往下掉的时候 那政府部门当然也可以 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比如说我们过去可能在推动 这个社会住宅方面 我们因为大量的这些厂商回台 然后开始去产生缺工的问题 使得我们社会住宅推动会比较缓慢 现在正是政府可以大举去做这些好的公共建设 对人们有用的公共建设 提高人们生产力的公共建设的时候 这个时候刚好可以吸纳 如果民间有多余的人力也好 过剩的闲置的这个资源 正好是政府可以去好好把这些公共建设盖好 等到景气开始复苏的时候 又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生产力 又再进一步提高 让台湾的竞争力又再进一步提高 这是一件我们未来政府或许可以再继续去做的 因为也不见得说我们看到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对台湾来讲都是完全是不好的消息 其实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好消息的 大家不用过度担心 那重要的就是你要把握这些闲置的资源 一旦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可以让这些厂商好好去度过难关 然后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基础设施 可以用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以上就是今天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